Timber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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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o 这是一个步道社区走路的地方 也是一个公园 Timberlaya Timberlaya 翻译成Timberlaya Timberlaya步道就说成Timberlaya Trio The Timberlaya Neighborhood Trio Timberlaya社区步道 但是我昨天呢 就在游泳池看见这个positive experience positive experience 我以前学的词是positive attitude positive experience positive experience 我以前学的是那个积极的态度 positive attitude 但是这儿呢 这positive experience 是一种令人感觉愉悦的那个经历 昨天在游泳池啊 看见一个穆斯林阿拉伯人 这个人啊 这个是五口人 最小的在 在那个婴儿车上 这婴儿车 这孩子特别小 回来我就看看那个人 我说他 他就 他就看我笑了 然后 他说三个月 这在婴儿车里边 三个月的孩子进了游泳池 当然好像应该是没游泳 可以进去推着这车 但是前面那个男生啊 魁梧的高高大的一个男生 这个阿拉伯人挺白的 像野蛮野蛮人 还有什么 黎巴嫩人 他们的那个是白人 戴着有的那女士戴着围巾呢 就代表是穆斯林人啊 然后前面这俩孩子 我也没问他 我只是说 我只是知道了 我们通过交流啊 我就知道一个是三个月的 还有那两个孩子呢 也属于他们的 这个 他们是在那个family 就是家庭的更衣室 所以他们是好像是三女 两男 那爸爸是男的 还有一个儿子是男的 还有两个女儿 这车上三个月这个是女的好像 还有一个在地上跑的 那都是很小的孩子 好嘛 太太让人那个兴奋了 特别激动人心 这个这么点小孩子 因为大家都在游戎嘛 他我也是早点出来 我就想回家了嘛 所以就正好 也在那过道上碰见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特别特别高兴 就是很兴奋 这老天爷啊 是公义的 给谁呢 都有同样的机会 所以这个 这个高大的一个小伙子呢 也挺帅的 然后他的太太啊 是在后边推着这个婴儿车 围着围巾 哎 然后 告诉我 是好像是两个女一男吧 是吧 这孩子 这当然是很辛苦了 你这弄孩子 他每个孩子他 好些啊 也也 他这是三个 有的是带俩 有的是带一个 那在那婴儿游戎池里边 可以游戎的地方 特别高兴 但是我73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院子里边住的是游戎队 有很多游戎运动员 也有很多的水球运动员 他们是干部啊 我们是士兵啊 当然后来那个也发那个带那个飘带的那种那个海军的那服装 但是他们哈每次就出来运就是到游泳池我们那里游泳池是特别大特别好就解放前见的然后他们去游戎 他们去游戎呢 他们去游戎呢 有时候我就是他们也有休息时间嘛 我们也有休息时间 所以就在院里边哈就能看见 很多都是南方人 很多都是南方人 当然也有北方人 那教练啊 是夫妻两个 好那男人 男的是那个广东人吧 他是水球的教练 然后那女的吧 是是不是沈阳还是大连的 反正北方的 然后他是游戎教练 然后也和这些这些小孩们都是那个军官啊 有的好像才十二三岁吧 反正比我都小多了 就起码小三四岁 我当时也得有十八了 结果 结果我就跟那个他们聊天吧 然后有一个那个叫广东的一个小伙子 他说水球运动员 然后他说你啊 就得爱这球 他手里不离球啊 他在那拍那球 还有在墙上那个拍球 然后他说你就得爱这球 你得喜欢他 你和他交朋友 就是他是水球运动员 他就爱这水球 就和水球交朋友 他这个就是那个 中国古话说的是那意思 夜精于勤输于喜 是这样说吗 不一定对啊 反正就是 你得精神集中在你这一个事上 然后呢 你才能够 他们训练是很辛苦的 你去的时候走路的样子和回来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戴上那大颗帽 然后穿上那军装 我们当时在六七块钱吧 七八块钱 第一年六块 然后每年涨一块 今天 他们是干部 他们不知道是多少钱 应该是和那个 我们那儿的排以上干部 应该是一样的工资 很有意思 这是在游泳池里边的回忆啊 这游泳啊 游起来 你在游泳池遇见那些 肌肉大的 中国人啊 咱这说 还有是认真游泳的 一下游泳池就来回游 没有停的 就一个小时也好 多长时间也好 我呢 是半个小时 但是我一看人家 有的人家肌肉特别大 我想他是非常认真的锻炼身体了 那是应该有实际效果的